大家好,我是茶米 今天是2021年11月6日 周六 现在是上午的9点18分 我们现在去 短店里面去了 刚刚给网友开了一张卡 开了这张卡 这个号码是 应该是排前三 后面有三位吉祥书的号码 而且很可惜的 就是说他要协号转 因为他原来这个号码 用了很久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便利店下面这个 等于是 叫什么机房吧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是特别的不好 下面都是有这个水 然后那边也一样的 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现在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呢就是一个电路 他的电路就是在这里 电路这边进来 进来以后这边是两根是 两根是进线的 这两根是出线 他根据这个压力表啊 他根据这个压力表 到了60 这个是你设定的 到了60以后呢 他这个机电器自动就会跳下去 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 视频就是把它就是 刚刚打到60以后 它就自动掉了 我在下面处理了一下这个 我们家的这个精水的这个供应 然后我现在就来给我 女儿的车换一下机油 然后呢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去 自己去换机油 换轮胎呢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第一个 除了省钱啊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 假如说你是需要去轮胎店去换 的话呢 你最少要耗费你半天的时间 对我女儿她来说呢就是讲 工作的时候又不想去换 又要预约 然后呢一耗就耗个半天 就很不方便嘛 因为你还要待在那里等他 因为你一部车嘛 你就开过去那里开过去 按照预约的时间开过去 开过去又换好以后你才可以走 是吧 就要还在那里等 所以说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呢 也是换雪胎 换机油的高峰期 然后这个车换的高峰期 所以说很不方便 好吧 我们现在就开始换机油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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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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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 砸了一大筷子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